今天是2022年最后一天 凡事过往皆为序章 回顾我的2022这算是成功还是失败的一年呢 这一年的年初我们公司由第一乐房正式更名为万家地产 从家门模式正式成为一家即住宅商业租赁一体的完整的独立品牌的文革化地产公司 2022年公司成交超过500单的交易 注册的地产经济也从90多人增加到了116人 公司旗下的宇晨老洋团队的成绩单 2022年帮助超过200多个家庭进行了房产的交易 这个成绩单和去年对比不能算傲人 但放在后半年复杂的市场环境下仍然是非常的不容易 今年公司另一个新动作就是我们终于发展了Kolona的分行以及团队 我们一直都希望尽早的启动Kolona这个城市的业务 我非常看好这个蕴藏了巨大机会的房地产市场 我们开始承接Kolona房产的买卖租赁一条龙的服务 大家在我今年的社交媒体上应该已经看到了不少的动作 说到社交媒体啊 虽然年轻人在上面是绝对的主力军 但唐言成语频道呢自2016年以来从未停止过脚步 2022年我们尝试着以更年轻更潮流的方式 为大家输出温哥华地产的最新的数据和各种的房地产的相关的信息 眼看着粉丝数呢从零开始快速的增长 由衷的感谢家人们送出的小红星点赞和关注我们 年度总结不能缺少个人方面的 2022年我最大的成就呢是在体重上控制终于减下了20多斤 这对于多年来体重控制徘徊不前的我啊可是非常的不容易 具体方法感兴趣可以私信我 我告诉你这个对我非常有效的小秘密 虽然365天都很奔忙 最终啊身体在今年最后几天里被流感打倒了 目前整个人是躺平养病 测过还好不是新冠 2023年温哥华房地产市场是涨还是跌啊 最新的政府股价已经出炉了大家赶紧去bcassessment.ca看看吧 我希望2022年所有的遗憾都将是2023年惊喜的铺垫 让我们拭目以待 最后想请你给我打个分 我的这份2022年成绩单您觉得是成功还是失败呢 在此我想衷心的祝愿家人们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2023无论成功失败做好自己为更好的自己而努力 我们2023年明年见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